you let us okay 我请收到一下我来分享一下屏幕 alright here we are 尊敬的顾问尊敬的会长师傅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okay 又是新的一天啊首先还是非常感恩中伟一大的同修啊来继续陪伴我一起学习我们的协会法案啊 thank you so much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简约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课堂内容 那么大家看到我屏幕上分享的这些内容呢是啊我们在昨天课上啊一起 快速的啊把它过了一遍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再来一起啊 探讨和学习一下这一部分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再来学习一下新的句子 那么在这两个内容的中间啊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啊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借词啊的用法 好的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我们要学习一下这个内容 那这个括号4啊其实他也是啊咱们这个13A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小4里面所设计的这些内容啊 猫4和前面的3项啊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就是我完全的那种不大尬了哈 所以呢啊我们这边就直接来切入正题了哈 好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啊他主要讲述的就是这个关于一个协会的这个成员 一个协会的这个会员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n this section在本节当中啊 那这个member of an association 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协会的成员呢 incluses 他包括什么呢 在这边这个incluses 这个卫动词他运用了一个单三的形式 好那么在这个关于协会的成员呢 他下面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描述 the first one a forme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就是这个该协会的前成员 former我们知道是前任的 前任的 前者的 从前的 a forme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该协会的前成员 在这里啊 for my perspective 在我个人的这个理解上来看 他这个former member 他这边所指的是 这个协会 前面所加入进来的成员呢 还是说 这个前成员 就是说明他之前是成员 但现在已经不是成员了 大家对这个前成员呢 中卫大同学 对这个前成员有 哪些理解和看法 也请大家分享出来 那么就单独的这个former 拿出来看的话 就他这个字面的意思啊 那他是有这个前任的 从前的 好这个前者的 有这个意思啊 former member 这个前会员 前会员 那在在此呢 我们也就只能够根据他的字面 来理解他的这个部分了 因为像我们昨天课上所讲的 这个整个的协会法案呢 他针对的 是所有啊 在NT 组成的这些成立的各种各样不同种类和类型的所有的这种协会和法团 那么就我们 那么就我们 他只是 蜻蜓点水 提了一下 这边就是说 对于这个定义来讲啊 这个 member他就是说是一个协会的会员 是一个协会的这个会员 那么在这边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其他种类 其他类别的这个协会呢 会涉及到 这种前成员或者是协会成员的这个联系者 以及他协会前成员这个联系者 他都是一个 他都是被包括在协会成员的这个群体当中 好 那the first one就是a forme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该协会的前成员 以及an associate of member of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该协会成员的联系者 an associate an associate an associate 联系者 联系 这个associate这个单子 他动词词性的时候 那他有结合结果 联系联络 那名词的时候呢 他有伙伴同事 伙伴同事 an associate of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那么就是这个协会的成员的联系者 或者是这个协会的成员的 或者是这个协会的成员的伙伴 或者是同事 来翻读他好 the association 协会的 协会 协会的 former member 前成员的 an associate 的联系者 好 这一部分整体来讲 还是比较清晰一动的 那么在这一章节当中呢 他对这个协会的成员 有一个更加详细的划分 在这里啊 小A 协会的前成员 小B 协会的成员的联系者 小C 协会的前成员的联系者 他都包括在这个协会的成员范围内 好 这样这样的来解释 大家对这一部分啊 有没有什么疑惑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起来探讨和研究啊 那如果这一部分大家都 清晰了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听啊 老师来读几遍 然后我们对这一部分 再来进行一个 模仿和练习 好 静静师兄说 这个联系者啊 嗯 是的 这个联系者 其实这是他这个 这个联系者啊 就可以说 大家来看啊 他其实他 做名词 他有 他还有其他的意思 他有伙伴和同事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 an associate 叫做former member 就是这个 前成员的 这个 同事 或者是伙伴 那 对这个an associate 我不知道这边 我把这个词 就是选中的时候呢 好 我们静静师兄 打酒来 静静师兄 请上麦 您是对这个联系者的 这个问题 啊 有一些疑惑是吧 来上麦 是啊 尊贵的副会长 我先提一下 啊 非常惨愧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联系者 在这个呃 学会的这个定义里面 这样 他是一个什么样 呃 什么样的意思 嗯 是的 那 静静师兄 您对这个联系者 就是对这个啊 部分是怎么样来理解的 嗯 我不知道 其实这一部分 我不知道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就是说 啊 他的这个an associate 当我选中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到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自动的 啊 翻译在这边 就是这个an associate 他这边呢 他所翻译出来的是 一个同事 一个同事 那么单独把这个associate 拿出来呢 那他也有同事和伙伴的意思 他也有联系者的这个意思 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就是说 他整个这个协会法案呢 他所针对的不只是我们的协会 他所针对的呢 就是不同种类 不同类型 啊 这种 比如说盈利的 非盈利的 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教育啊 宗教啊 运动啊 金融啊 他设设计面非常非常的广 那么整个的这个协会法案呢 那他 用作为就是所有在nt成立的所有的不同类型的这种协会或者是法团 那么 那么所以说他在这个对成员的定义上来讲啊 当然对于我们的协会那不会有涉及到这一这一方面的内容 但是对于其他不同种类的协会来讲的话 那么这一条或许就会适用于啊他们不同种类的这种协会或者是法团当中 因为像我们的协会啊 对于成员就是一个协会的成员 a member association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就是一个协会的成员 很很简单 那么在这边呢 他这个协会的成员呢 他还包括 其他几种 他还包括这三种 这些呢 都是 这个协会成员的群体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个an associate of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该协会的成员的伙伴 或者是该协会成员的同事 那他们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吗 都是有联系的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这个该协会成员的联系者 因为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 是哪一种 协会或者法团 好我们的汪老师来了 好汪老师来 please 您是说啊 您说的不是这个associate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啊 okay 啊 no words no words all good all good 他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an associate 他有一名助理的意思 他还有这个助理的意思啊 所以说他这个就像这个小a当中的这个前成员 那刚刚呢就是啊 我这边也有一个疑惑了啊 因为这我们只能按照他这边字面上来理解他的这个他想表输的这个意思 他这个该协会的前成员 那这个前成员呢就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的那是不是这个成员他是早早之前进入了某个协会 那现在呢一直保持着这个成员的身份 或者呢他是之前进入了这个协会 然后他退休了 但是他退休了之后呢 那他也是这个成员的一部分 或者呢他这个前成员是不是这个成员已经离开了这个协会 那他就是不再是这个协会 现任的也就是协会当下的这个成员了 那么是不是这一种类也称作为前成员 所以说啊虽然说他这个三个字很简单啊 这个一个字啊 这个前成员 他里面可以包含很多种不同的意思 那么将这种情况来讲呢 我们就要根据他不同的法团 不同的这种章节会适用到某一种类型的法团而决定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只能就按照他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契合到实际的这种协会 或者是法团当中来更更加细节化的诠释他的这个效用 好几点是用这样解释 在学习这一部分 而且呢 就是碰到了自己不明白不懂的呢 提出来 那我们一起来探讨和研究 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方式 thank you 好的 那么any is anybody else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其他的大法的同修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练习和模仿了 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部分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of of the member of the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ssociative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然后the member of an association 其实of在这里 他有表示这个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 但是呢 今天 好我想来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这边整理了几条 关于这个介细词 of 更细节化的这个用法 那我们在学习 无论是掌声学习法案啊 在我们学习这个英文文献的时候 我们看到最多的 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of 他 无处不在 他无处不在 啊好 那这边呢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 扩展一下这个 关于of的这个知识点 首先他第一点呢 他可以表示这个地区 of 表示这个地区方位 比如说这个东南西北 然后加一个of 再加一个名词 他表示的就是这个地点 地区 比如说 North of China North of China 就是中国的北方 North of China North of China 在这边不适用于其他的 这边不可以用 这边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其他的 这边用 东南西北 再加上一个名词 就可以表示为地区 或者是方位 更加细节化的 关于方位的话 那么后面 就是可以加上一个地点 比如说 South of the city 或者是South of the town 城镇的南边 城镇的南边 就这个of我们见到他 最多的时候呢 他表示的是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 像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内容当中 就是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就是协会的会员 协会的会员 前面呢 要更加的细节化来修饰 这个会员的话 那前面可以加上一个 额外的这个协论词 比如说 他这边就加了一个form Member 就是这个前成员 谁的前成员呢 of the association 协会的前成员 我们继续来分享 关于这个of 还可以表示这种著作曲 比如说 一个电影 一部电影 或者是 一项艺术品 加这个of 再加这个人 就很精准的 表示这个作品 是谁的 他比如说 movie the movie of James Bond movie of James Bond 就是说 是James Bond的电影 James Bond的电影 他还可以表示 一个人的特质 一个人的特质 形容词 加上of 再加上 人 再加上 某人 这个 这边可以用 这种 你我他 都可以啊 比如说 very kind of you very kind of you 就是你非常的善良 你很善良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of 在这个东西成分呢 的表述当中呢 我们也经常看得到 先比如说 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 穿着 就是 衣服呀 裤子呀 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小标签 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小标签 上面有告诉你这个成分表 就这些衣服是 有什么组成的 或者是有什么 是什么样的材质 是吧 那么这边呢 like for example made of made of 100% alpaca wool or made of 100% wool 那么在这个小标签上 我们经常看得到 他就会直接写上 oh 100% wool 比如说 百分之百的羊毛啊 或者是 他有百分之六十的纤维胶 是百分之四十的棉呢 他就会 他就这样 写得很清楚啊 那么在这边就是 made of made of 是 由 什么 制作而成的 原料是什么 制作而成的 那么在这里啊 大家可能就会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会 遇到两种不同的 种类子的文语 made of 和made of made of 和made of 那这个made of 和made of 它有什么 本质上的区别呢 首先 这个made of 它呢 用作于这个 制作过程当中 这个原材料的 这个本质 它是不改变的 made of made of 原材料的这个本质 是不变的 那么在这里呢 它只改变了这个 形状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羊毛 百分之百的羊毛 那么它是 made of 100% 那么这个羊毛呢 它无论把它 织成什么样的 毛衣也好 毛裤也好 它这个形状改变了 但是它的原材料 是不变的 它无论怎么样 去变形 马甲呀 衣服呀 裤子呀 但是它的材料 是不变的 那它还是 made of 100% 百分之百 羊毛 纯羊毛 它所想表述的是 这种物理的变化 而made from 而made from 它就与这个made of 有这种 本质上的差别 这个made from 它主要呢 来表示这个 制作过程当中啊 就是它已经完全改变了 这个原材料的本质 的这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为 是一种化学变化 made from made from 就是完全就不知道 它这个原材料是什么 或者是原材料里面 掺杂了很多种 不同 种类的这种 啊 材料进去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区别啊 ok 那么对 of 呢 我们还知道 它也可以表示数值 我们是年龄啊 时间呀 度量衡啊 这些 那举一个特别 明显啊 大家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例子啊 就是关于时间这块 of 比如说 first of may first of may or the first of january the first of january 一月一号 first of may first of may 一月五号 啊 不对 五月一号 搞混了 sorry 搞混了 好的 那其他的这个 of 啊 常见的 时候呢 就是通常啊 要么是与形容词啊 相接 构成的这种 介绍端语 要么呢 就是与动词相接啊 构成的这个介绍端语 那么当与形容词相接的时候呢 啊 在这边啊 还有一个格外的小分享啊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这个 骄傲啊 比如说这个骄傲 proud of proud of proud of 他这边的这个骄傲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呃 这个介绍端语 大家有没有在啊 读物当中 或者是在英文文献当中 见到过这个proud of proud proud of 骄傲 就这个骄傲呢 他不是 他跟那个 arrogant 不是很区别 就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个arrogant 就是骄傲 这个自傲啊 那种就是来形容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 形容这个呃 人物他这种性格当中的本质之一啊 那个arrogant arrogant 这很自傲啊 很骄傲 很傲慢啊 这个意思 但这个proud of 这个骄傲呢 他呢 通常呢 用作为说啊 来 比如说妈妈为儿子骄傲 就是说 或者是 嗯 你应该为你自己的 成就 或者是你应该为 你自己完成了一项 啊 任务 而感到 骄傲和自豪 就是通常是用作于这种 鼓励的 口语 表述当中 好的 关于of呢 我们就先 分享到这里 啊 这边 我一共总结出来的13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大约分享了有六七项 好 剩下的我们在下个星期的课上呢 我们再继续来分享 好的 那剩下的时间啊 我们来听老师读两遍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在下个星期的课上 我们在下个星期的课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our in this section Member of an association includes A. A forme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B. An associate of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C. An associate of a forme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ll right, let me give it a try All right, we have got one minute left. Okay, who would like to give it practice? Four in this section Member of an association includes A. A forme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an associate of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an associate of a forme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ll right, we have got one minute left. Okay, who would like to give it practice? Oh, McGeeford took the opportunity. Hello, McGeeford. Good evening, McGee. Hi, good evening, McGeeford. I'm sorry How are you doing? I'm sorry I'm sorry Four in this section Member of an association includes A. A forme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B. An association of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C. An association from a former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Yes, fabulous, awesome 好,我们的群群师兄前面这个associate 因为读着很顺口 association读得非常的流利 好,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志欣师兄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的时间到了 非常感恩众伟大的同学的支持与配合 幸运接受 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thank you everyone bye bye